OK,大家好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怎么使用这个智能灯的用法 就是这个日落日出智能灯的用法 好,这里有个遥控器 先讲解一下这个遥控器上面的一个键盘的使用 这个就是进入菜单模式 这就是菜单模式 这个是开核关 这是上下左右键 这个是确认键以保存程序键 这个是选择模式键 这里有几个模式 1,2,3,4,5,4,5个模式 有3,cloudy,mon mon就是月光的意思 Custom Custom就是它自定义模式 自定义模式就是 就是说你设置好自己的程序后 来模拟日落日出的那种程序 你就选择这个模式就可以了 这是menu模式 手动模式 好,现在我们开始看一下怎么使用 怎么操作这个智能灯 好,首先进入菜单 遥控的时候要对整这个IR信号 这个IR 一定要对整 不对整就遥控不到 就失控了 好,进入了这个菜单模式 好,这个菜单模式呢 有,看一下在屏,屏上显示了 有3模式 3,cloudy 是不是 下面,cloudy,mon模式,custom模式 还有什么 还有menu模式 setting模式 setting setting就是设置这个灯的一个当地时间 我们进入这个setting 就是chillern 那day and time 就是说设置你当地的时间 就是我们北京时间是多少 就是说我们当地时间是多少 比如这当地时间今天是9,16年7月 7月是21号 然后是10点17 10点17分 好,设定这个模式之后 就chillern保存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reset 就是说以前 比如你要想恢复我出厂设置 你就按这个reset 这个是incor 就是就是它的这个灯的版本了 是版本是这样的 然后反飞 反飞是按这个键 好,反飞 反飞 进入菜单 好,进入这个菜单之后 比如我设置这个sum模式 sum模式进入 比如sum ch1白光一路 我设置为90% 是吧 90% 好,这可以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去设置 跳过来设置蓝光一路 40% 设置第三路 月光一路 你可以设置为0% 40%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养珊瑚的经验 设置这个亮度 去设置 确认保存键 ok了 这是sum 下面的clouding模式也是这样的 clouding模式 进入去设置 设置之后就保存 确认保存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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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己的一个程序 就是说模拟日落日出的那种程序 就说 然后进入 你看一下进入 第一个选项是什么 Custom Step 就是说你要设置它的时间段 就是说几几分钟啊 跳跳一段呢 是不是啊 这里有多少啊 有30分钟跳一段 40分钟跳一段 50分钟跳一段 60分钟跳一段 是不是 还有多少 还有还有20时是不是 10分钟跳一段 好我们就以30分钟为例 跳一段 就是说30分钟为时间间隔 好确认保存 好 然后第二个选项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一个通道的设置 和时间的变化设置进入 好设置时间 比如你设置上面 比如8点 你看看都是30分钟跳一次 是不是 你看到了 30分钟跳一次 哦 设多了 比如设置8点 8点半 8点的量 8点半 它的对应的亮度是多少呢 好 下面 点亮度 或者比如 C71 所以60% 60% 62% 63% 65% 就设置这个亮度 30%了 是不是 月光为10%了 然后 跳到保存 CAO CAO就是保存的意思 CAO这个程序 好 CAO 好保存了 保存了之后 这是第一个 然后设置第二个 他就 这本上次是30% 不是8点半的时间的亮度 是不是 然后设置9点 9点的亮度 或者说 你9点半的亮度 是不是 跳过那个时间 也可以是 我去设置9点的亮度 9点的亮度 我就 然后就 3% 4% 下一个 这个亮度 就是 43% 哇 这是举个例子 月光 就 降低一点 我就设置25% 然后 设置保存 好 保存 这是第二个程序 然后 你又可设置 啊 百分之 啊 设置几点 百分 设置9点半的 是不是 设置30分钟 跳一个吗 设置9点半 9点半 是吧 这是第三个啊 比如设置第四个 就9点 10点 啊 设置第五个 就是10点半 第六个 11点 就是 然后这样 依次内推 啊 保存 保存每一个程序 就可以了 啊 保存之后 保存了 就是设置24小时 这个 这个程序都设完了 是不是 你就保存 全部保存了 保存了之后 就可以返飞 返飞 返飞 然后你就可以选模式 啊 比如 我想要三模式 选择三模式 选择梦模式 就选择梦模式 然后Custom模式 就选择Custom模式 Custom模式 就是说 你自定义设置的模式 就这样的 OK了 就是说 手交的完整程序 啊 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 可以关闭 屏的 啊 屏的 啊 背光屏 可以显示 然后可以打开是 OK 就这样的 很简单的 谢谢